大家好,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車型是BWSR125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為各位介紹一組燈組 就是我們台灣大廠COSO所生產設計製造的一個 專位BWSR所設計的一個尾燈組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這個尾燈組 那尾燈組的部分呢,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它跟原廠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造型 那原廠就是很單純的一個 像比較原廠型的一個這個車殼 紅色的 然後在COSO部分呢 是把外型再做一個有靈有角的 比較機械化的一個設計 然後在裡面內部的RS的部分呢 它把它設計的有點像這個發動機的引擎的 後面的一個這個外觀的上的一個視覺 然後很特別的 我不知道在這個這個 攝影機能不能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它事實上呢 它裡面有一個這個 點綴的一個小燈的一個部分 那像這台車呢就是有安裝 它可以選擇裝或不裝 但是不是經由開關的切換 而是經由這個線組的接線 那像這一台呢就是在紅色的小燈 然後裡面會有一點點藍色的這個 這個裡面搭配了一個小燈的部分 所以在螢幕中所顯現出來 會有一點藍紫色的一個配色 然後它外觀像發動機的部分 這裡面我們所稱為RS的一個部分 它是有做一個這個 一樣是一個造型 它不是一個平面 它是做一個立體的 像我手可以伸進去 我不知道這樣 各位可不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它是一個立體的一個造型 所以非常的好看 所以在整體的視覺上 尤其現場看到的話 這是紅色搭配藍色的小燈 當然現在是小燈 還沒有按煞車的一個狀態 搭配小燈的話呢 它會有點紅紫色紅紫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按煞車 煞車的部分呢非常的明顯 它很亮 非常亮 所以在警示度的方面沒有問題 我們改燈組呢 之前我們在影片上都有為各位所提到過 改裝的前提還是以安全性為前提做一個考量 那如果你今天改的燈組 它是模糊不清的 或是它對於你說來說會有危險性產生的 譬如說同樣是一個燈組 你方向燈黃色跟方向燈藍色 那在辨識度上還是會有差 那當然依照麥格蘇淑的立場來說 還是建議各位改黃色的方向燈 那回歸到原來的這個後燈組一個正題 小燈 煞車 小燈 煞車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裡面藍色的部分 這個小燈的部分呢 這個算一個點綴的小燈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接線跟不接線 那接線的話變成一點紅紫色紅紫色的感覺 那如果不接線就單純的 我們電門打開 開小燈的一個狀態 它就是紅色 按煞車是紅色更亮 那我們來看一下方向燈的部分 當然方向燈的部分 所有COSTO設計的後燈組 都可以你另外去接原廠的小燈 接原廠的小燈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那你只要把線組直接插上去做一個轉接 當然你也可以拆除原廠的一個方向燈的一個部分 大家拆除原廠的方向燈之後呢 會讓後面的這個更加簡潔 但是你不拆除的話呢 當然在視覺上的一個辨識度會更好 那COSTO設計的燈組一般都是符合一個 這個安全性的一個標準 在不管在你正後方看 或是在側面看基本上都會看得到 它比較類似像歐盟的E-Mark的一個認證 比較容易 因為它畢竟還是有做外銷 在這部分呢 它也是需要比較清楚的一個安全的辨識度在 然後我們看一下右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把後面的方向燈拆除 那不會去 以COSTO設計 它不會去破壞到你原廠的一個部分 你直接直接摘除就可以 但是就是保留這整個一個 算是一個整合式的後燈組 整合式的後燈組 但是你如果原廠方向燈拆除 那你可能要加購一個寄電器 因為LED的燈泡呢 會比較省電 你的閃爍的頻率會變快 我們就所謂的快閃 那可能加購一個這個閃爍的一個寄電器 LED專用的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方向燈開啟的時候 那我們看一下暗煞車 它是不影響它的作動的 不影響作動 那方向燈開啟的時候 另外一邊是關閉的 另外一邊是關閉的 非常的清楚 那當然呢 在外型上 這是比較見人見自理的問題 那基本上呢 麥克叔叔我從來不太會去評論 商品的外觀好不好看 那也不會去評論它的醜陋 那譬如說金人針的肉眼看起來 非常的強烈 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就特別做一下說明 那在這個整體的外觀上 是還不錯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電門關掉 那不要亮燈狀態 我們看一下它的外型 好 不要亮燈狀態的話 我相信各位應該看得更清楚 那裡面的RS的部分 你看這是一個立體的部分的製作 好 希望朋友們可以參考 剛剛或到麥克爾唱庫 集合金品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